红姐的两位树宝藏饰品分享来了 大家会说刚刚红姐介绍的都太贵了 是不是 其实红姐也很会淘的 只要两位树 它是可以把它拆下来两用 小小的一个小花是不是也很好看 其实我买它的时候 也没有预期想的会有多好 刚好我有一条霉红色的裙子 跟它很搭 没想到戴出去之后 好多朋友都说 你这个耳环 这个很贵 好漂亮 但其实只有两位树 除了大家看到的一些珠宝和饰品之外 手表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像这款手表 我觉得又可以干面 又可以非常地优雅 大概四位树就OK了 这个是伯爵的 差不多六位树 这个是我在国外买的 玫瑰金色 加一点仿带帽色的 应该是四位树吧 好了 应该拍完了吧 来 周公 来 你手上那边很好看 怎么没跟我们分享 对 我都忘了 这个是在一个做翡翠的朋友那里 买的蓝宝跟红宝 再加翡翠白鱼 我觉得很特别 最重要的主角在这里 这个是白翡翠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价值点 就是它会起荧光 所以我一想 好吧 而且给我一个友情价 就买了 今天介绍了这么多 这个鸭香宝还没说呢 就是我的翡翠宝贝 红姐呢 也交了不少学费 所以下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如何选择优质的翡翠 就买了 就买了 这期间的小鸭香宝贝 就买了